本分局受理民眾報案表示遭投資詐騙 詐騙集團實隨之為人 持續聯絡被害人交付投資款項 所以成立專案小組 由集稅所所長喬莊房屋仲介 與縣長埋伏 並收證 建詐騙集團車手拿取被害人交付 現金100萬元款項後 立即上前逮捕 全案已依詐欺罪嫌 移送新北地方檢察署偵辦